吃饭就可以先歇息了 怎么回事 茶室好大的烟啊 是不是着火了 快来人了 怎么回事茶室那边 掌门 不好了 出事了 好像着火了 掌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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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事了 掌门 出事了 不好了 掌门 出事了 不好了 掌门 出事了 快上来 怎么了 怎么了 掌门 出事了 什么 我的天啊 掌门 掌门 范师兄 平时性格木讷 为人和蔼可亲 不会与人为仇啊 究竟是谁 对她偷下杀手啊 她瘦了 一顿饭就减肥了 她是瘦死的 她怎么也是这样的伤口 我之前记得南波掌门 就也是这样的伤口 什么 当年南波掌门 这个是我们南波派的诅咒吗 只要当上掌门 就会惨死 天哪 天哪 这是天要王南波派 各位 告辞 告辞 不要胡说战斗 来 这边写 不要在那里大放这些丝 目前看来呢 也就是这一个伤口 然后这个房间 应该是有人翻过的痕迹 对 进来的时候很乱 我感觉 是这样的 因为我下午一直在跟我的师弟们 一直在干活在这里 所以我是肯定 不会做这件事情的 那么凶手一定就在你们六个当中 发现掌门被害的时候 有那么一刹那怀疑过自己 因为自己的确有过一些行动 当时是看到现场的各种迹象 以及我自己的动线 我是怀疑自己是凶手的 结合我休息的时间上 我觉得我有可能是凶手 我知道我干了什么 觉得自己有可能是凶手 在本次凶案中 每位弟子都有直接的作案嫌疑 弟子们需判断自己 是否为案件真凶 从而选择隐藏自身 或找出真正的凶手 弟子们需在两轮搜证 和集中讨论后进行投票 票出最多的弟子 将被指控为凶手 若检举凶手成功 则所有投票正确的弟子 将平分12个南波宝珠 同时凶手将被没收10个南波宝珠 若检举凶手失败 则凶手将独自获得20个南波宝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真九 感谢观看